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样我们的绳结就打好了 非常的简单 在生活中也非常的实用 第七个升级 吊篮截 绳子一条打上十四 这一头的高度不能够超过瓶子 然后另一头拽过来 从后面穿过来 穿上这之后再送回来 然后我们手奔这个部位 拽一下就OK 这个升级对于我们想吊起来眼花非常的实用 我们可以把每个画坡都吊起来 第八个节点节 我们只需要拿着绳子 往回扣圈就可以 最后上这个头穿回去 这个升级可以用于爬山 或者是高空拽物体的时候使用 以上就是生活中非常实用的八个升级 每一个都有它的妙用 晓夫也在这个视频中给大家抽奖 凡是晓夫的粉丝 在这个视频中 为晓夫分享转发评论点赞的朋友们 晓夫在三年后 也就是24号的晚上 给大家直播抽奖 喜欢晓夫就关注晓夫 每天都有新的技能 我们下期见 拜拜